周五,深夜12点20分 方威宁可在卡拉OK的包间里被灌醉,也不愿意独自回到房间 大脑稍有空闲,就会闪出照影的样子 伴随而来的是发自内心的痛 这算不算失恋呢?感觉更像是三相思 方威虽然表示永不放弃,但是他那么明确,那么坚决不给一点机会 方威无计可施,无能为力 方威选择了逃避,大家刚才唱歌的时候都在抢麦克风 唯独方威取了自助餐,在角落里痛快地吃着 别人用餐的时候,方威夺过麦克风,从此霸占 将满心的苦闷用歌声发泄出来 大家忍受不了鬼哭狼嚎,这才将麦克风抢下来 方威和崔龙打开了啤酒,一瓶一瓶地灌着自己 其他人陆续回家,崔龙和方威留到最后 崔龙因为高兴,方威是因为痛苦 可对酒精的渴望却是一样的 他们互相搀扶着走到街道上 天空中繁星点点,秋风将他们吹醒了 方威回到家,撒开笔记本电脑之后,去卫生间冲澡 舒服的热水从上向下倾泻 方威全身的毛孔都在蒸汽之中舒展开来 全身放松 在这一刹那,方威看清眼前的机会 找到竞争对手的致命缺陷 发动致命一击 只要有希望,就绝不放弃 他披着浴巾出来 MSN的对话框跳出来,上面有一行字 去了吗? 方威想起了高尔夫球场 自从周四见到赵颖之后 他心神不宁地将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 强词夺理地在键盘上敲着 为什么去?你谁啊? 明天和后天,一定要去 这句话之后,对话框从屏幕上消失了 方威自言自语 他是谁啊?什么目的? 周日上午10点15分 方威忍着昨天酒后的头痛爬了起来 早早地来到锦湖高尔夫球场 一直待到夕阳击尘 也没有发现刘峰的影子 他开始怀疑,这是不是一场恶作剧 今天早上他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被好奇心驱动 搭乘出租车沿着机场高速 向顺意的锦湖高尔夫球场而去 出租车进入机场辅路 向前就是赵颖所住的宾馆 响起赵颖,方威心头一紧 控制心思不要往那个方向滑去 他抬头向窗外看去 两边的杨树已经不那么郁郁葱葱 树叶从空中飘落 金黄色布满了小路 出租车向左一拐 行进到绿阴小路 左绕右绕,视野忽然开阔了 球场大门出现在眼前 方威下车走进大门 感觉又回到了一个月前的北京 大片绿地覆盖在缓坡上 花草和植物被精心地栽种着 他走进停车场 一辆一辆看过去 脚步停留在一辆黑色的奥迪前 刘峰的座驾是一辆黑色奥迪 行长有司机接送 到了周末则是他自己开车回家 方威看了一眼车牌号码 就是刘峰的那辆 向练习场走去 场内右侧有沙发和吧台 左边是各种各样的高尔夫球具 他穿过大堂进入练习场 服务生立即走上来 方威白手指指旁边的座椅 再指着指手腕 示意时间有限暂时不打 场中有二十多个练习位置 铺着绿色的地毯 摆放着整齐的洁白的小球 有人挥杆练习 方威点了饮料 仔细地分辨练习场上的每个人 一个熟悉的身影 跳入了方威的眼帘 刘峰穿着黑色的运动裤 和白色的长袖T恤 两脚平分 双手紧握球杆 挥动小臂 测试着机球的位置 突然身体向右倾 再动手臂上扬 迅速地画出了一个圆弧 白色的小球 跳跃着向场地飞去 好 二百码 一个女生吸引了方威的注意力 身着白色球衣 戴着球帽的漂亮女子 放下了球杆 走到了刘峰的身边 握住她的手腕 指导她正确地握干姿势 然后自己挥动球杆 示范正确的腰部动作 方威急匆匆地走出门外 落荒而逃 那是落家 周一下午3点55分 建议书一改再改 竹子叫对 共印出了16本 8本被封入包装箱 方威抱着包装箱 冲进了京信银行的大门 交给招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时钟指向了3点55分 距离截止时间只有5分钟 工作人员拆开了包装箱 把每本建议书封起来 盖上工章 周锐和林嘉玲等在作战时 方威气喘吁吁地说道 招投标从明天开始 每个厂家有半天的时间 介绍方案 我们的时间是在周三上午9点 时间不错 方案介绍越早越好 比较容易灌输 周锐点头道 我和嘉玲分了工 我介绍方案 他介绍实时计划和服务体系 萧云觉得这项打类财 客户是类主 每个厂家轮流过招 只有一个厂家最后胜出 方威摇头道 嗯 更像比武招亲 客户只选一个入洞房 要是赵颖比武招亲就好了 太不公平了 我还没正式上阵 就没戏了 方威在这个时候 还扯到赵颖 周锐并不怪他 他能迅速地回到项目上 已经不错了 让他断然忘掉赵颖 是不现实的 周锐接着说道 这次比武非常重要 以前大家暗中准备 现在终于亮剑了 客户将会得到 第一手的直接印象 这个印象会一直影响 整个决策的过程 这是惠康的势力范围 继续在比武招亲之中 取得明显的优势 才有机会取胜 达标的事情安排完毕 方威终于抛出了一个消息 太太 我昨天在高尔夫球场 遇到谁了 你开始打高尔夫球了 周锐好奇地问道 方威没有理会他的问题 我昨天去锦湖 高尔夫球场 遇到了刘峰 大家吃惊地看着方威 萧云难以置信 你请刘航长打高尔夫 如果方威做到了这一点 订单就唾手可得了 大家静悄悄等待着回答 方威直勾勾地看着窗口 大风将枯黄的树叶扫落 不是我 洛家正在教刘航长打球 什么 所有人都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在招头标前的节骨眼上 刘峰与洛家打球 这个消息极其不利 林嘉玲看着周瑞等他的对策 这段时间 两个人惺惺相惜 每次遇到问题 周瑞总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案 周瑞锁着眉头 想了很久 毛泽东得知林彪出逃 说了一句话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随他去吧 我们管不了刘航长 随他去吧 我们就像是拖了闲的剑 一去不能回头了 不计输赢 硬着头皮向前冲 经济银行 不是刘峰他个人的 我们打赢了民心 他也不能独断专行 周三 上午时点整 项目小组全体成员坐在会议室 气氛严肃 崔国瑞礼貌地向林嘉玲点头 没有微笑 也没有握手 采购进入到关键时刻 在这之前 项目就像是隐藏在水下的冰山 没人注意 一旦招标 项目就从海面露出了争容 吸引了所有公司的注意力 这将是今年银行系统最大的一次采购 所有人都千方百计地试图分一杯羹 大多数厂家错过了前面的阶段 就像是赔榜的犯人 完全没有机会 但是他们肯定不会输得最惨 因为他们不用投入全部的兵力和资源 最有希望的公司反而可能是最惨的 他们投入重兵 正面搏杀 赢者全赢 输者全输 周瑞对京信银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他技术上不如林嘉玲 在了解客户方面 他自认为更胜一筹 他有心与林嘉玲比试一下 谁更能够征服客户 林嘉玲坐在椅子上也好奇地看着周瑞 两人目光一碰都一起微笑 他们既并肩作战 又互相较量着 时间已到 周瑞走到会议室前 目光向听众扫过 图主任正在与财务部的总监常怡热烈地讨论 看到周瑞默默地站在这里 停止说话 捅了捅常怡 安静迅速扩散 周瑞经常用这种方法 对付嘈杂的环境 屡是不爽 他站在那里变有了气场 注意力被吸引过来 他缓缓地开口 我们公司在家里中心 最近那里搬进了一家金融机构 摩根士丹利 获准在中国开办人民币存款业务 他们将专注于高端客户 我们国内的银行系统 能否抵挡住这些既有资金 又有先进管理经验的跨国金融巨额的冲击呢 周瑞的这段话打动了听众 像是抛出钩子 把他们的注意力凌空抓住 林嘉玲点了点头 他很会开场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摩根士丹利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是杰科提供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周瑞等到一阵哄啸过后 继续说道 感谢大家 让我来介绍 杰科公司的客户关系管理解决方案 我将重点介绍 精信银行面临的挑战 以及解决方案 之后 我们的市场总监林嘉玲女士 介绍实施计划和服务体系 周瑞继续抓紧吸引客户的勾子 精信银行面临的首要挑战 是没有按照二八原则区分客户 对任何客户都采用同样的模式 那些业务贡献大的核心客户 也要像普通的客户一样 在营业厅里办理业务 国外的竞争对手 则招聘经验丰富的客户经理 提供一对一的贵宾服务 再加上先进的服务体系 我们的核心客户 很有可能流失到他们的手中 周瑞顿了一下 听众反应良好 其次 我们对新老客户一视同仁 一样的营销和服务体系 考核体系也是一模一样 新客户的扩张 应该注重吸纳业务收入 老客户应该注重经营利润 我们的竞争对手 利用优惠吸引新客户 从老客户身上 精更细做产生利润 我们的营销模式处于被动防守 周瑞成功地激发了 客户内心深处的急迫危机 与其一转 将话题引入杰科的解决方案 应该怎么解决上述问题 我来介绍一下杰科的客户关系管理解决方案 周瑞的讲法有着很大的风险 他却想冒险尝试 林嘉玲聚精会神地听着 似乎有股魔力从他的身上发出 控制了每个听众 他简洁地介绍着方案 走到他们之中 缓慢而坚定地总结 刚才 我们完整地探讨了解决方案 在这个方案中 我们可以为重要客户提供最佳的金融服务 也可以根据客户的份额 在老客户方面积极地防御 在新客户方面主动地进攻 改变以往消极防守的局面 采用这套方案 我们不但可以抵御国外银行的疯狂进攻 而且能够凭借和依托越来越强大的中国企业 跨出国门 决胜境外 大家有信心吗 有信心 几位年轻的客户大声地喊出 随即意识到 这是招标现场 叫好有时风度和公园 周瑞钻然地结束 好 我的时间就到这里 下面由林嘉玲小姐 介绍实时计划和服务体系 谢谢大家 周瑞在掌声中身居一躬 掌声响成了一片 林嘉玲与周瑞踏肩而过 她能够在正式的招标中 激励客户叫起好来 这就说明客户最方案的认可 林嘉玲心中激起了鄙视的欲望 我一定不会输给你 方薇看着浅笑着 站在周瑞刚才位置上的林嘉玲 侧脸对周瑞轻声说道 哎 她真厉害 不用说话 仅凭笑容 就能将客户搞定 林嘉玲做出了欢迎的姿势 在开始之前 我想讲一个在台湾捷克工作时 亲身经历的故事 三四年前 我的同事接到银行客户 请求服务的电话 因为我们提供两个小时内的上门服务 工程师匆匆地驾车 直奔客户那里 道路很拥挤 她排队等待红绿灯 绿灯一亮 她加速向前冲去 却将从人心横道上的一位老人家撞倒在地 工程师跳下车 检查老人的伤势 好在汽车刚刚启动 速度不快 老人只是避不被擦伤了 她犹豫了起来 先送老人去医院呢 还是先去客户那边 当然是先去医院了 精心银行市场部总经理 肖小阳喊了起来 她作为使用部门 参与采购 老人伤势并不严重 可是银行的信息系统 每秒钟都有数以亿计的资金流动 一旦出现问题 后果十分严重 林嘉玲向肖小阳解释 她知道银行数据的重要性 简头认可 我们的工程师拦了一辆出租车 把名片放入老人的口袋 扶他进入车内 然后依然去银行处理故障 幸亏她及时赶到 才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失 她处理完银行系统的故障之后 回到事故现场 交通警察正在拍照 她正好自投罗网 林嘉玲顿了一下 发现客户被她的故事所吸引 这正是切入正题的好时机 为什么捷克的工程师出了交通事故 宁可承担造势逃逸的危险 也要先去为客户提供服务吗 土主任好奇地询问道 是不是和业绩考核挂钩啊 当然有关 每个工程师的表现 都被纳入业绩考核的体系 林嘉玲向来都是认可和肯定的 让人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他继续补充道 这也与我们的服务和支持体系有关系 现在我来介绍我们的服务和支持体系 等等 那个工程师后来怎么样了 长仪打断了林嘉玲 警察在老人的身上 找到了他的名片 没有按照陶役处理 先进对他处以罚款 吹牛吧 你们的服务真有这么好 土主任笑哈哈地说道 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解杰克的服务体系 中午时分 会议结束 方卫带领大家进入附近的咖啡厅 围在一起 萧云南眼脸上的喜悦 完美的表现 没有人走声 都听得特别认真 土主任一直在点头 方卫 你注意到萧小阳没有 他心不在焉 听不进去 很可能已经被惠康洗脑了 周瑞一直在观察每个人的表现 萧小阳至少看了五次手机 走了六次神 萧云突然提出一个 大家都很感兴趣的问题 哎 谁表现好 嘉玲 还是周瑞 萧小阳 你们怎么可能 你们怎么可能 行